零下几度的天气,小郭接了铜棱水洗澡,理由竟然是 初中就辍学的他,已经在广东摩帕棍打两年,早已认清了现实,就连洗澡都没有基本保障,不仅没有热水,连一个封闭的厕所都很奢侈,小郭只能蹲在漏风的阳台,把头放进铜里洗,刚开始的时候,完全受不了,但次数一多也就习惯了,毕竟省下的热水钱,都够吃好几顿肉,转眼过了腊八九十年,各地的春运也陆陆续续开始 此时的小郭已经放假好几天,每天的开销都是如不敷出,这让他觉得,在外面吃喝玩了不如早点回家,于是他计划买二十号的车票,但是语言为,临近年关,各地的车票都很难抢,好在他接受能力强,最后花二百六十元,抢了一张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站票,只要能回家,就算是站十几个小时,他也心甘情愿,回家前,小郭吃巨资去了一趟百货市场,这是他打工多年,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消费,为的就是给家人买点 一年到头也没挣着几个钱,小郭心里很不识滋味,想着能孝敬一点是一点,刚看到价格,小郭就惊呆了,一个大礼盒顶他半个月的工资,他只能看一些实惠的,惊挑戏选了半天,小郭只敢买几个小礼盒,要面子的他还说,春运太急了,所以没买大礼盒,因为大包的东西根本拿不上火车, 但其实,小郭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没有那个消费能力,就连衣服这种必需品,对他来说也只是,难和不失体面就行,相比之下,同事的超前消费官让他望而却步 拿着两千多的月薪,买着折后四百块的裤子,这是小郭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为对他来说,吃饱饭最重要,不能因为衣服这种身外之物,让自己积一顿保一顿,不同的消费官,让小郭更加坚定了,未来要好好赚钱的信念,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到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消费自己想得到的一切,工厂男孩指着身上的便宜或自愈 这是他今年买的唯一一件新衣服,但却不是买给自己,而是给父亲准备的,原来去年年底,小郭的爷爷因故离时,为此小郭请了一个月的假,回去陪家人,还给父亲买了一双鞋,但这双鞋却然不够言孝的父亲,善然泪下,原来,在爷爷生前,父亲未曾给爷爷买过什么像样的东西 时至今日,看到小郭才刚工作一年,就懂得买些孝敬自己,欣慰的同时也很遗憾,大概这就是古人说的,子欲养而亲不带,这件事对小郭的印象非常大 后来的他,回家永远不空手,就算再没钱,也会买几件像样的东西,价格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 最近的小郭,一想到未来的发展,就开始焦虑,对于未知的生活,让他在网络游戏中,逃避自我的现实问题,就连一起辍学的工友,对于生活的理解,也逃不过世俗的耳濡目染 怎么不去退游啊,导演啊 但当众人谈起读书时,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无尽的悔恨 你觉得读书有用吗? 有用 有用 内行 等出来以后才知道读书有用,但是已经晚了 当时的他,看世界只有百分之一是人,所以才会觉得读书无聊至极,仿佛下一秒 只要自己出去打工,就能闯出一番天地,世界就变得会绚丽多彩 但真正进入社会之后,才发现,现实给自己浇了一大盘冷水 就算时光倒流,再给你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把握不住 因为心已经晚懒散了,即便再回去读书,也找不回那种专心致志的感觉 俗话说学成三年,而忘掉只需一瞬间 总结来说就是,读书的时候是拿钱混日子 工作的时候拿日子换钱,总观整个社会发展 不论是八十年代还是九零年代,都会有一批辍学青年 早早进入社会 八零后与九零后的辍学青年有什么区别 在九零后小过看来,他和八零后的最大不同就在于 八零后基本成家,一旦工作堵了,就会面临一家挨饿的风险 而他没有家庭的负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只要哪天心情不好,哥就可以拍台屁股走人 他倒是挺坦然,留下八零后独自哭泣 思绪一下回到三年前,小过刚高考完 当时的他衣食无忧,对未来没什么想法 而现在连温饱都是问题,对家里都是报喜不报忧 原来,今年厂里的效益很不景气 也可能是社会大环境的原因 主管都换了好几批 小过这些底层工人更是担惊手帕 厂子里都是人心惶惶 不知道究竟能做到哪一天 生怕隔天一睁眼,公司老总就卷铺盖走人 那么自己该何去何从 然而焦虑归焦虑,打工人心态总归还是好的 不管明天的结局如何 先来一句炸金话再说 众人围坐在床上发牌 不到十分钟,小过就通赔 输了四百来块 看他心不甘情不愿罚钱的样子 就猜到这把吻书 就这样 小过带着所剩无几的工资 和对未来的迷茫 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因为是站票 没有地方放行李 小过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 将仅有的几件衣服 像套碗一样穿在身上 车站离即买了归心四件的打工人 小过身穿一件红色外套非常醒目 对他来说 现在能回家 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他刚出社会那会 每天都想家想到哽咽 电话也不敢打 他自己撑不住 所以即使是十几个小时的站票 他也不慌不忙 耐心排队 在拥挤的车厢里找到一块空地 让自己可以蹲着睡觉 这十几个小时的路途 是他期盼一整年的事情 过年那几天 小过忙着参加各种酒局 将所有烦恼炮制脑后 和朋友优势去参优势海场 你说他忘记要为自己谋出路了吗 那也没有 毕竟他连唱的歌曲 都是要当好一个打工人 这是将打工人刻进DNA里了吧 转眼 年过完了 小过回到工厂 等待他的时日复日 一的流水线操作 和极寒天气 尽其他的目标是 找一个不上野班的工作 每天八小时 可以是朝九晚五 也可以是九九六 只要不上野班 其他都行 但现实哪有那么容易 所有工作几乎都是两班道 或是排班制度 而现有的白天睡觉晚上上班 让他失去了对生活的感受能力 他开始思考 自己远离家乡打工的意义 收入不高 生活无望 并且再过十年 父母上了年纪也无人照应 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的真实现状 归根结底 最大的担心还是 回家后不如在外的现状 崔科 烦躁的心情只能用香烟来弥补 地上的烟头一根接着一根 就像自己的遗憾那般多 如果当初要是再认真一点就好了 如果当初有人能拉我一把就好了 如果当初不年少轻狂就好了 可惜没有如果 开工没有回头见 不管过程与结局如何 这是你自己选的人生路 或许这就是这部纪录片 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人生本就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 不论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 都永远来得及